记者王荣祥高雄报道,高氏一位国民党团经去公庆赋案,除批判高雄银行对庆赋放贷可能造成巨额损失外,连几年前红级一时的黄色小鸭也被波及,遭蓝营殖已有庆赋赞助在里头。 刚接任高氏新闻局长的张嘉欣,第一时间达询当时庆赋好像有赞助,但赞助金额需再了解,后金幕僚确认庆赋当时并没赞助。 国民党团经二度启动联合质询方式,要求海洋局当时前往庆赋的官员以及高银代表列席说明蔡金颜、陈美娅、陈丽娜等议员火力全开,强烈质疑高市府与高银在庆赋案中的角色,并批判高银贷款12亿元给庆赋可能收不回来。 蓝营质询过程中,连民国102年红级一时的黄色小鸭都搬出来讨论,质疑庆赋曾赞助黄色小鸭,要求主管机关说明刚接任新闻局长还没满月的张嘉欣,第一时间达询当时庆赋好像有赞助,后金幕僚确认庆赋当时并没赞助。